The Golden Bear for Best Film goes to the movie Dahome 导演灿烂一笑 准备向台领奖第74届玻璃银展 24号在德国首都盛大登场 片长67分钟 讲述古文物在西非博物馆 展出过程的纪录片电影 Dahome 勇夺评审团青睐 这也是银展连续第二年 将奖项颁给纪录片 百黄三树 感谢 而银展长客南韩导演 红长袖也以芯片履行者所需 获得评审团大奖 英雄奖 这是红长袖第五度入围柏林银展 同时也是第五度获奖 评审团英雄奖则由电影《帝国拿下》 最佳主角英雄奖则由饰演电影 不同的男子的塞巴斯丁 试探获得 我们会喝点茶 讲述修道院虐待事件的电影 像这样的小事的艾蜜利华森 则抱回最佳配角 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事 而最佳导演 英雄奖则由电影 佩佩拿下 这出电影以河马的角度 讲述遭遇的故事 而最佳剧本英雄奖 则是德国片《死亡乐章》 终时记录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 同住在一块土地上 却遭遇各种不平等的电影 《No Other Land》 也获得影展认可 但此奖并不属于 国际评审团奖项 影视新闻综合不导